强妮逮捕与前妻安博赫得的诽谤官司 最终以强妮获判高出几倍的赔偿金 风光大胜作为收尾 安博方面虽然想立刻上诉 称自己被舆论妖魔化 影响判决结果 然而一位自称陪审员之一的男性 却在Tiktok上匿名表示 安博根本是旧有自取 当他被揭露并承认自己 根本没把承诺的350万美元捐出后 他的证词在心中变得毫无可信度 这位匿名佩胜员坦言 他不了解流行文化也并非两人的影迷 在案件开始前 应有能公平看待的心态 然而随着开庭指数增加 安博越来越不像个可靠的证人 而强妮的证词则可靠很多 此外他也直言安博一直想操弄大家 每当在庭上与安博眼神接触 他都会感到不舒服 虽然陪审团认为强妮也有失以肢体暴力 但并非山东那一方 受害程度也远大于安博 所以才会导向这样的判决结果 算这位匿名者的发言 真实度仍有待考究 但也在网上掀起热议